你為什麼在這裡? Sam,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我第一次來做服務,心情有點緊張 因為不知道要預期什麼 做服務?我幫不了你,我先找個朋友 你的朋友?難道還是叫Leon? 對,我的朋友就是Leon 是你嗎?手撿鮮花的夜 嗨,這麼巧? 對,約了你的婚姻 是嗎?可以 是的,這麼難得我今天遇到Sam 原來是你的朋友 我看到Leon,你又高大,又英俊 我找你做服務,應該是很厲害的 盡力 我第一次做服務,我預期要做什麼? 需要多久的時間? 其實第一次做保養的話,很簡單 最主要是做常規檢查 確保安全,沒問題,正常運作 確保駕駛安全 第一次做應該是一個多小時 不會很久 如果不方便,我們現在公司也有提供 上面有休息室,按摩椅 Uber,還有代保車 是的,我想要外坐一個多小時 原來也有這麼多東西玩,挺好的 但其實如果我心想做這個保養 其實我在家裡的時候 已經有什麼的步驟可以做? 最簡單,大部分人現在都是可以上網的時候 上網約時間,或者直接打電話進來 找我們,最方便的 我們也有同事說中文,廣東話,國語,英文 來到的時候,我應該駕駛哪個部分 和找哪位同事呢? 一般我們有一個維修部門的入口 駕駛到我們門口 我們有同事會拿下鎖匙,拿下你的資料 check-in,坐5-10分鐘,喝杯咖啡 我們就會有同事幫你 是的,我有一個迷思 說真的,我的車很新,我第一次來做服務 其實為什麼這麼快又要做服務? 都這麼新,應該沒問題的 我們保養部門最主要的就是想確保車安全 不是等到車有問題壞才進來整 所以就會跟回原廠的建議 就是跟回時間,譬如一年進來再次換油檢查 因為你一年再次檢查 之後一年365天都開車的時候 需要確保車安全,需要頂次進來 好像身體那樣,每年驗身,令你放心 那這輛車是一樣的,對嗎? 對,也要做check-up 但問題是,很多朋友都說 我旁邊的房子很像會換油,會做保養 我找他做就行了 為什麼我要拿回原廠做? 而且重點是什麼呢? 外面好像便宜一點的 這個當然一定有這個考慮 尤其是你有朋友相熟的話幫你做 當然最方便 我們原廠的全部技師都是原廠認可 所以我考過牌,也是用原廠的零件 對你做的保養,對於車會有原廠保修 OK,那我現在有沒有需要什麼文件上的東西去處理? 可以,準備好了,我找到簽名就可以了 哦,簽名嗎?你找到簽名嗎? 好吧,那我簽了給你 聽說剛才你說的咖啡挺好的 對,可以試一下 絕對可以 Let's go 其實Open Road Lexus除了我們一些定期的保養、維修之外 你有什麼特別的服務會提供給客人? 我們也會幫客人提供季節性換胎 通常一般都是每四月或者十一月 也會幫客人駐全輪胎 另外也會做一些比較小型的車身修理 例如輪花了,或者車身門 小型的話,我們可以做到維修 客人不需要特地再走一村去Body Shop 剛才你說到換胎這個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例如下雪或冬天的時候 之前就會有很多人換胎 那你建議我究竟是何時來 拿車過來 沒有那麼容易跟別人撞在一起呢? 那如果約到時間 一般都建議 好像剛才說 4月、11月通常是繁忙時間 可能之前或是之後就會最理想 哦,OK 而且剛才在外面見到有架Shuttle Bus 是去哪裡的? 沒錯,那裡是Automore公司提供的Shuttle Bus 會接派人去Richard Centre和Land Sand Mall 哦,OK 那我之後也可以去那裡玩一下 你可以說買商品之後回來拿車 對呀,總之我下次就知道這樣做 那我今天的服務是不是做得差不多了? 搞定了,這裡簽個名就可以了 有什麼我要做呢? 留意 就是因為你的車開得理數比較少 可能會建議每三至四個星期 高速公路走半小時至九個小時 幫助電池有機會充電 另外其他的就是一年回來做一次檢查換油 這樣就可以了 哦,整體上都沒什麼問題嗎? 沒錯 整個車都可以嗎? 好,那我就簽個名字了 好,多謝你 我今天很開心 可以Test Drive這輛RZ 是嗎? 即是托你的洪福 我其實一直都很喜歡這輛車 它的外形已經很吸引我 今天Test Drive這輛還要是白色的 沒得撐,配搭我們這些美女 高貴美女 自己說自己 說笑而已 但最重要是現在頭頂有點曬 我知道有個功能非常好 按一個按鈕 立即霧化 哇 立即就不曬 但同一時間又可以感受到外面的陽光 我覺得這樣是最棒的 而且不用有那麼多雀斑 沒錯 因為我們曬得厲害 雀斑就會出來 還有,我發覺進來這個內櫳 首先這個位置很舒服 很闊落 坐上去 我這些這麼高大 一七幾的那些 都覺得很闊落 還有,我覺得這些是基本的 即是你那個位置要有熱風、冷風 基本的 但這個模特兒厲害了 後面的乘客 都有這個冷暖風的設計 還有,我記得之前的型號 這裡好像有一個PAT在 我沒有那麼喜歡這個設計 我很喜歡現在這個版面 我覺得很闊落、很大 還有,這些按鈕又很大顆 最重要是什麼 嘩,反應多快 你看,這樣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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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全部都是這樣觸動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太方便了 是 對 還有,這個很大 所以我覺得很欣賞這輛車 不過,我就要再試一試 開車的時候 因為這輛是電車 其實我還未開過電車 咦,拿了你人生的第一次 對呀,載了你們 那也是我們的第一次 沒錯,你們小心一點 對呀,我已經很久沒有開車了 不過我不用怕 因為那輛電車通千塊 OK的 那你坐穩我便會來的 好,我先駕緊扶手 來吧 咦,這輛是怎樣用的 按進去 然後轉D檔 這樣便可以了 各位坐穩 我自己也很害怕 嘩,這輛車很舒服 駕下去的時候 我的感覺很安靜 因為很多人跟我說 電車一停,它就會停了 即是你如果… 很滑的感覺 對 我才坐不習慣的時候 我們這裡可以轉右 對 我現在又覺得這個不錯 挺順順的 那我先駕一下,好嗎 好 我感覺一下它是怎樣 OK呀 這輛車的安全性是很好的 即使突然有些異物在前面或後面跑出來 它也是一個緊急的保護系統 可以幫你撒停車 即是很多人覺得 我駕駛駛很多年 要不需要這些功能 我都知道 但有時很難說 因為我也有試過 前面的太陽很厲害 你看不清楚前面的路 突然間橙眼地遮一遮 對,真的看不到 其實剛才你說的功能 它立即幫你撒停車 其實真的救了你一命 還有特別呢 有時候後車的時候 都未必看得很通透 雖然它有所有鏡頭可以幫助你 是 但有時突發的事件 大家都不知道 亦不想遇到 是 所以這個安全性能效果是非常好的 其實人很矛盾 因為我覺得電車不錯 不用入油 但你又會覺得 駕駛電車 有時沒有駕駛汽車的感覺 但我又覺得 它同樣是 感覺繼續在這裏 所以這個就很好玩 很棒 謝謝 你暫時可以嗎 坐得舒服嗎 不錯 我都沒有上樓的感覺 是嗎 通常是看著我正面才會有這個感覺 對 我覺得這個很舒服 但又合乎我們想要的東西 對 你駕馭它完全沒有問題 對 買菜或購物 紙箭利品 其實都可以完全滿足到你的需要 後面有很多位置可以讓你放 這個很重要 經常都擔心不夠位置放東西 而且我覺得到處都是很寬的 都很多地方放 譬如這些地方又可以收買很多東西 成功 這裏是Lexus IS 系列 這裏是350 全輪驅動 350 引擎方面都很大馬力 V6 3.5 有311匹馬力 所以駕駛下去 會覺得所有操控是腳底的 底的那裏溶出來 我沒有你那麼專業 我主要看內籠 一進來我就覺得 這輛拿來追女生就行 這個配色 即是黑色紅色 男生駕駛得開心 女生打卡打得開心 對 最主要都是這樣 男生都是要重行隔離的女生 他開心的時候 我們駕駛也會安全 而且這個座位你有沒有發現 他駕駛的時候包得比較多 因為他是不是有點像賽車的概念 沒錯 因為這個Model 配備了F Sport的一個套裝 特別是司機和駕駛駛的座位 包裹性都很好 好像一個賽車型的感覺 再加上軚盤其實也是 這個尺寸會令你操控的時候 是剛剛好的感覺 所以在平時駕駛又可 或者你想要去Highway風池電製 少許的情況下 都可以有信心的感覺 是呀 剛剛說到V6 嘗試給油 是 嘩 嘩 這些聲音 嘩 嘩 聽到這些聲音 人都會比較興奮 真的有些賽車手的感覺 但我們要先聲明 安全的情況下 還有這部車其實都是一個房車型 它都是四門的座位 所以你說一些小家庭 又或者兩小口子 已經足夠了 剛才就是想說這件事 因為這個說著外母型的感覺 因為它有些賽車的感覺 是嗎 但其實它都是四個座位 即是你後面都可以坐人 後面都可以坐的 因為座椅方面有熱座位 還有冷風吹的座位 所以說呢 冬天夏天駕駛都很舒服 軚盤方面都有電熱軚盤 有些人經常覺得這件事沒有用 其實不是的 即是冬天的時候 你的車排在外面 一天之後你拿回車 哇 你真是冷到不得了 可以熱軚盤的時候 就幫到你很多了 是啊 其實很多的用家 都有跟Lessers反映過 就是它這個Touchpad的功能 好像不太實用 但是Lessers是真的有聽大家說的 雖然你說它現在還保留著 在這輛車上有 但是它這個屏幕已經是做了Touchscreen 你可以直接用手指去觸控 就沒問題 而且你看到距離剛剛好 我個人基本上不用動 就已經可以碰到屏幕了 看到這個屏幕各樣東西 是稍為傾側向你那邊多一點的 是呀 因為以前很多人都看到在正中間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是很人體化 幫到你說你開車的時候 你很容易去控制所有東西 我最喜歡的是 現在很多車款 其實它已經是轉了很多Touch button 沒有一個實質的按鈕 讓我們按 其實我很喜歡Lessers 暫時還是保留 例如我調校大小聲 或是調校一些空調的設置 我有一個實質的按鈕 其實作為司機來說 或者喜歡開車人來說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安慰和賣點 是 我發覺很多名車 保留一個傳統的一個中 很classic 這個感覺 今天和大家來到 Richmond Automall的Open Road Lexus 這裡和他們試了兩本的車 IS和RZ 如果你看過都想去試車的話 快點和他們聯絡 是啊 今天真的很開心 很感謝Sam 陪我一起做Service 而且還陪我一起做Test Driver 我說真的很好玩 我們也很開心 我們拿了海BB的第一次試駕電車 真話不要拿出來說 好嗎 不過聽說利率也不錯 對 六月份他們仍然在做NX和RX Model 租任貸款利率4.99% 所以大家快點來找他們試車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